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解脱道法语 一个人若具备有四种素质 便会被视为好人 哪四种 1.一个好人即使有人提问 他也不会讲别人的缺点 如果没人提问 他更不会讲了 假如被提问 而又非回答不可持 他也只是简略地 含蓄地 勉强地讲述地 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好人 2.在这 一个好人即使没有人提问 他也会讲别人的优点 如果有人提问 他当然会讲到 说的 Follow us, we can be sure to admit it 而又非回答不可持 假如被提问 他会详尽地 毫不犹豫地 毫不隐瞒地讲述 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宏人 三 在这 一个好人 即使没人提问 他也会讲自己的缺点 如果有人提问 他当然会讲 假如会提问 而非回答不可时 他会详尽地 毫不犹豫地 毫不隐瞒地讲述 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宏人 四 最后 一个好人 即使有人提问 他也不会讲自己的优点 如果没人提问 他更不会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注明镜与点栏目 不懂得控制感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不见佛法 看不见佛法就是看不见我 2. 一个人若不贪婪多愈 不积极以求 心地纯正 善良 念念分明 泰然自若 心平气和 心念赚注 能控制感官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见了佛法 看见了佛法就是看见了我 3. 虽然身近平静者 却积极明求 片刻不歇 这沸腾者 离已平静者何其远 这激动者离已冷静者何其远 这激动者离已冷静者何其远 4. 洞悉佛法摆脱余爱 智者灭除一切欲望 他竟如一池无风之水 这平静者已已平静者何其远 这样 这冷静者何其远 冷静者何其境 这知足者离已知足者何其境 如来自成道至涅槃 所说的一切法 聚聚属实并无灭造 正因如此 他才被称为无来 仇敌对仇敌所致之伤 震恨者对震恨者所致之伤 也比不上一颗受不良引导之心 所致之伤更惨痛 非母亲非父亲亦非其他亲属 能比得上一颗受良好引导之心 使人得到更大一处 要增强自己的耐性 一个人因如此思想 没有耐性的人 今世苦恼 所造的业 导致来世也苦恼